王建民攝影展請揭幕 兩位抱一抱到中間的位置 好 王思愛 王建民攝影展 我們3月27號將會搶先在台南零百貨來登場 緊接著3月31號在台北大稻城 Olympus Plaza 台北來展出 其實就是到美國的時候 就很多那種記者朋友 然後還有攝影師 他們就會拿相機這樣拍我嘛 那我有一天就想說 那我換我拿你們的相機拍你們看看 看你們的感覺是什麼這樣 對啊 然後從那時候就是開始慢慢的就 有興趣 然後會請教那些大哥他們怎麼去拍照片 會比較好看 剛起步的時候 他就問說要怎麼去抓那個比例啊 然後一些光線啊 對啊 然後後來是 剛好小朋友出生嘛 那就開始拍子小朋友這樣 有沒有偏向於哪一個主題 比如說建築物啊 或是人像啊 或是家人啊 有沒有偏好哪一個主題 還是其實你都會很有興趣呢 其實沒有一個偏好 因為就是看到什麼 事物美的話 還是自然的話 就會想說把它拍下來 然後當一個紀念這樣 拍小孩子那個嘛 小孩子的 對啊 因為在美國的時候 就是常在外面比賽 然後比較少陪小朋友出去 那剛好放假那一天 剛好帶小朋友去 比較偏遠的地方 然後比較悠閒這樣 那小朋友讓我感覺說 他們就是滿開心的 然後不想要回家 想要在外面多玩一點 那剛好就拍到那個夕陽下山 我覺得說他們說叫夕陽不要趕快那麼快下山 是 台南的大部分都是放一些 台灣的一些景點的照片嘛 還有一些 因為從小打球都在台南 然後只有到高中的時候上來台北 那台北這個展場就是 變成說是自己獨立的時候 然後出來外面打拚啊 還是到美國去 然後就以 那 國外的照片為主要比較多 來這邊看一下嘛 這邊 來 左邊這邊看一下 你有話想說卻苦無發生的管道嗎 你對事情有不同的見解 卻無人傾訴嗎 年輕學子們站出來說出你的想法 讓我們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鬧變風向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別忘了訂閱我們鬧變風向的YP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哦 各位朋友鬧變風向 趕緊拍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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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拍攝影片